接下硬性 陈局一号正式就任监察院长 同时兼任监院新设立的 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 总统蔡英文共同为国家人权委员会揭牌 期许台湾继续在人权之路 大步前行 接轨国际和世界分享 对民主自由人权的重视和经验 无论未来国家体制如何的转型 保障人权 促进人权 接轨 国际人权标准都将是政府不变的目标 我们必须承担捍卫人权的责任 让每一个台湾人民都能够深切 体认到人权的普世的价值 勇于挺身对抗不公不义 陈局在就任和揭牌两场仪式的致辞中 都强调台湾民主多元 有不同声音意见 期盼社会互相包容 去除恐惧压迫 至于近来引发热议的废除监察院话题 他乐见社会讨论 凝聚共识 透过修宪处理监察权换轨 和国家人权机构延续的议题 监察院的去留并不表示监察权会被默示 我认为未来这个部分都必须在整个修宪的过程 非常审慎的讨论 修宪的门槛蛮高 但是如果共事性很高 那我们是乐观其成的 陈菊投身人权运动50年 从政资历超过25年 他坦言担任监察院长不在人参规划中 现在执掌监院和人权委员会 让他有回到从政初衷的感觉 是人生最后公职 我能够回到我从政当时路见不平 认为台湾的社会应该要公道 每个人不应该受到压迫 每个人都应该活着没有恐惧 所以我能够回到人权的工作 我认为这是我生命最后的坚持 也是最后的美好 那我已经有一定的年岁 那这是我最后的工作 陈菊期许未来六年任期 无论在监察院或国家人权委员会 所有工作伙伴都以独立超然 公开透明的原则行使职责 办理案件 以促进台湾人权发展 监督政府施政 中央社区张志燕台北报道